第一套沙發 那沙發用了三年之後 我有一次已經受不了了 因為每次都要乾洗 可是洗了幾次之後 那殘餘的那些物質 髒的東西根本洗不掉 我想說不然用水洗試試看 結果就把它放到鞋子裡面去洗 那洗完之後 哇 慘不容易 毛線也就是脫落了 那再來縮水 本來是一米長的一個布套 縮成九十公分的 那根本就穿不進去 所以這一套沙發就不能用了 那當然在這不能用的時候 我就會去找原來的家具廠 做我們用再換過一個新的 他就給我回答是說 這個是天長的 抱歉 沒有辦法 那對我來講是一個很挫折的 所以我覺得對布裡使用過程 我就非常堅持 我們用特殊的黏布 所謂特殊的黏布 它是透過特殊的加工之後 有棉的好的那種觸感 毛魚感 它的水洗鎖率很小 但我們在洗的過程中 那就可以重複的洗 那加工的過程中 我們很特別的注重到 所謂的烤克的問題 譬如說以前我們在買的布的時候 要換洗的過程中都很痛苦 常常會發現到那個拉鍊會搖到布邊 真的很難拆換 好不容易把它拆換的時候 泡棉因為經過兩化水解的過程中 就變成一個粉狀 有些為了要填你 它根本就沒有內裡 或者是有內裡它是用不止布 因為我們在裝那個 裡面的泡棉的時候 因為泡棉蠻大的 那裝進去的時候 在這幾乎一扯 這支布就破掉了 那裡面的一些的 泡棉的那個屑屑就跑出來 那真的是會造成一個 家庭族非常大的一個困難 我們在這布的一個車伐 坐著的工序中 透過一個烤克 還有加上一個布的一個內裡的特別選人 那我們就針對這些部分來這裡做客 那這個泡棉來講呢 我們的選擇就是大廠 台灣的大廠 那大廠來講 我們堅持它是用鮮的料 不用回收料或刺激料去做 這個也是嚴選一個法官 那大廠裡面 它大部分都是銷一些日本或是歐美 它對裡面的品質 都會經過一個環境優良的一個要求 這邊歐洲都要求一個艾修的一個檢測 他們既然能夠透過這個 歐美的一個檢測的東西 我覺得拿來使用 我們就覺得比較安心一點 像那布的東西在台灣製作的時候 那台灣也是很多都是銷歐美的 所以它的那個 裡面的藕蛋染料啦 或其他一些過敏原的 或者其他一些不好的一個 硫化染料 都會做一個很嚴格的一個打方 那在這方面 我們真的是可以安心的使用它 那邊的藝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